随着年龄的增长 很多人都知道树大招风的道理 赚了钱就炫耀 到头来不仅惹人羡慕嫉妒 还容易被亲戚朋友惦记 他们一有事就问你借钱 你不借钱反而成了你的不是 所以现在的人赚了钱 都不愿意炫耀了 因为除了自己的家人 没有多少人希望你过得好 不过56岁的赵阿姨 却为此烦恼不已 因为赵阿姨的女儿月薪三万 却对赵阿姨也防备着 赵阿姨问起女儿的收入 女儿说每个月只有3000 后来赵阿姨无意间看到了女儿的存款 心里五味杂陈 来自赵阿姨的字数 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女儿比儿子大四岁 孩子小的时候 我和丈夫在镇上做点小生意 虽然赚得不多 但是起早贪黑比较忙 所以儿子出生后 基本上都是女儿帮忙带他 女儿虽然年纪小 但乖巧懂事 照顾弟弟很细心 弟弟哭闹了 他就用把好吃的拿给弟弟 让弟弟别哭了 有时候我和丈夫忙完活回家 女儿和儿子已经睡了 看着女儿这么小就能帮忙照顾弟弟 还知道给睡着的弟弟盖被子 我感觉有一个贴心的女儿 真的很幸福 我没有文化 只读到小学二年级 勉强认识几个字 算术也很差 因为没有文化 我经常算错账 也被人坑过钱 所以我告诉自己 无论如何都要将两个孩子 供到大学毕业 让他们不要像我一样 再吃没有文化的亏 女儿学习成绩不错 回到家主动写作业 每次去开家长会 老师也总夸女儿懂事优秀 可儿子就不同了 从小就贪玩 成绩不好 初中毕业就不愿意读书了 那时候 儿子跟着我表哥学修车 我和丈夫就指望 女儿考上大学光要门没了 按照女儿平时的成绩 考上一本二本是没有问题的 我不知道是她考前压力大 还是考试时紧张 导致她高考发挥失常 只考上了一所大专 我对这件事挺失望的 所以女儿读大学时 是自己一个人去学校报名的 我和丈夫都没去 女儿做的第二件 让我失望的事 就是她谈恋爱了 对方比她大两岁 是水电工学徒 我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 女儿是大学生 女婿却只读到初中 她们没有共同语言 生活阅历也不同 我认为他们未来走的路 也是不同的 就算结婚了 婚后三观不合 到头来还是要散的 我劝女儿分手 免得以后结婚了 有了孩子在离婚 对孩子伤害太大 她应该找个和她一样学历 或者学历比她高的人 谈恋爱 但女儿不顾我的反对 和女婿领了证 我没想到一向乖巧懂事的女儿 竟然在婚姻大事上这么叛逆 我很生气 也没给女儿陪嫁 女儿大学毕业后 我简单给她办了几桌酒席 就算送她出嫁了 女儿知道我对她很失望 婚后也很少和我联系 后来她生了孩子给我打电话 我坐车去看望她 我们母女俩的关系才缓和了一些 当时女儿想考公务员 但是女婿要上班 不能帮她分担家务 女儿的公婆不愿意帮忙带孩子 女儿白天要带孩子 做家务 晚上还要起夜 她休息不好 也没时间看书学习 女儿劝我帮她带孩子 她想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看看自己能不能考上 就算考不上 尝试过了 也不遗憾了 当时儿子还没结婚 我在老家闲着 除了打麻将就是和村里人聊天 女儿觉得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帮她带孩子 她一个月给我一千块钱的辛苦费 女儿提出这个条件时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当初女儿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劝她分手 她公婆不好相处 老公也没啥本事 到时候受累的还是她 可她不听劝 非要嫁人 现在遇到男储了 又开始找我了 我考虑到带孩子不容易 如果孩子带得平平安安还好 要是孩子有个磕磕绊绊 肯定都怪我带孩子不用心 我可不想干出力不讨好的工作 我把顾虑告诉女儿 女儿说她和女婿都不是不懂事的人 只要我肯帮忙带孩子 不管孩子胖了瘦了还是受伤 她和女婿都不会怪我 我告诉女儿 我没出过远门 也不习惯外面的生活 就算她不怪我 我也不会帮她带孩子 女儿知道我不想帮忙带孩子 之后没再说过这件事 后来我给女儿打电话 她说她不考公务员了 她没时间看书 以后等孩子大一些再考虑吧 外孙两岁时 女儿告诉我 女婿承包了一个水电工程 要是做得好以后还会不愁眉活 不过前妻要电资 需要三十万左右 她已经借了二十万左右 还差十万 让我帮忙想想办法 她保证年底就把钱还给我 当时我儿子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我手里大概有六十万左右 我本来想借给她十万 但是考虑到女婿要是把这个工程做砸了 没钱还我怎么办 所以我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不借 女儿让我问其他亲戚借一些 她大姨和大旧家庭条件都不错 拿出五万应该不是问题 我听到女儿这么说 挺生气的 女儿让我出面借 不就是想让我在中间当担保人吗 要是她没钱还 这笔钱肯定就是我还 我可不想因为女儿背上这十万块的债 丈夫也劝我别犯傻 女儿出嫁了 以后就在婆家过日子 我们没必要为她的事太上心 婚姻是她自己选的 以后的路也应该她自己走 有了丈夫的支持 我找了一个借口 婉拒了女儿 电话里 女儿的声音很失望 我心里有些愧疚 所以后来大半年我没有给女儿打电话 女婿的工程是否承包下来我也没有过问 儿子结婚的时候 女婿买了新车 我才知道他们承包的工程做得不错 赚的钱买了车 还贷款买了房子 亲戚们夸我女婿很优秀 虽然没有读过大学 但是适合做生意 我女儿还是很有眼光的 女儿过得好了 我心里挺高兴的 对女婿的态度也比之前缓和了很多 女儿的婆嫁离我家有七八个小时的路程 比较远 女儿又运车 所以即便他们买了车 除了逢年过节 平时也不回来 我想女儿了 就给她打电话 不过女儿比较忙 打电话很少接 就算接电话 只匆匆说几句就挂了 我问女儿在家带孩子 怎么这么忙 女儿说她找了一份工作 白天要工作 还要忙着照顾孩子 所以时间比较紧张 我劝女儿别上班了 女婿不是能赚钱吗 既然她赚钱能养活家里 女儿就应该安心在家带孩子享福 女儿笑了笑 说算了吧 我还是觉得花自己挣的钱心理踏实 女儿自从上了班 只有过年那几天才能回来 就算回来 也要接电话 处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我问女儿平时这么忙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女儿说她的工作就是接电话 处理一些小事 所以工资不高 一个月只有三千块钱 她想着这份工作不耽误接送孩子 还能赚钱贴补家里 所以才没有辞职 看到女儿这么辛苦 我挺心疼的 有时候丈夫抱怨女儿小气 说女儿过年回娘家 买东西才花几百块钱 也不知道给她带几瓶好酒 还有好茶叶 我劝丈夫别生气 女儿也不容易 只要她不问我们要钱 我就知足了 前段时间 我外甥女出嫁 女儿和外甥女从小感情就好 这次外甥女出嫁 女儿特地请假回来了 酒席上 我好几个外甥 还有外甥女都夸我女儿优秀 有本事 一个月的工资就有三万多 这次小外甥女结婚 女儿送给她一个包就两万多 我以为他们开玩笑的 女儿一个月工资三千块 怎么舍得花二万块 买一个包送给别人 但是我大哥也夸女儿能赚钱 每次过年送给她的酒 一瓶就要好几百 她都舍不得给客人喝 晚上回家 我问女儿有没有这回事 女儿低着头不说话 我问她 既然她过得挺好的 也能赚钱 为什么每次回娘家就哭穷呢 难道我这个母亲还不如其他亲戚 值得信任 可以让她说实话吗 我越想越难过 我是她亲妈 她过得好 我肯定比其他人更开心 她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我忍不住哭了起来 女儿拍了拍我的肩膀 没有说话 晚上休息时 我本来想和女儿好好聊聊这件事 我去女儿卧室时 女儿正在忙工作 我进来的时候她没有注意 我看到床上有一本存折 我打开看 里面有八十万 女儿听见动静 回头见我手里拿着存折 急忙从我手里夺了过去 她告诉我 这存折里的钱不是她的 看到女儿如此防备我 我很难过 便说道 你嘴里没有一句实话 你放心 我也不稀罕花你的钱 你没必要藏着掖着 女儿知道我话里有话 她哭着说 是我和丈夫先寒了她的心 当初她想考公务员 我宁愿在家闲着 也不愿意帮她看孩子 女婿做生意需要钱 她知道我有钱 可我却一分钱都没借 她给她大就买好酒 还给表妹送东西 是因为当初她缺钱 他们都帮她了 别人都帮了 可是她亲生父母一分钱没帮 她怎么会不心寒呢 她和女婿赚了钱以后 本来想告诉我们的 可她每次回娘家 丈夫总嫌弃她买的东西少 不舍得花钱 而且他们每次回来 我和丈夫从来没给过孩子零花钱 既然我们舍不得给她花钱 她自然也舍不得给我们花钱了 她在我面前哭穷 也是因为我和丈夫在意钱多过在意她 我和丈夫知道女婿赚了钱后 就问女婿借钱给我儿子买车 女婿没借 我们俩就对他们没有好脸色 后来丈夫喝多了 对女婿说 早知道你当初承包工程能赚钱 我就借给你钱了 这样你以后欠我人情 肯定会买更多东西 这些话 女婿学给女儿的时候 女儿心里很是难过 女儿想到这些年我们对她的态度 觉得亲情也不过如此 为了守住口袋里的钱 为了她的小家庭好 所以她才不肯说实话 听到女儿的心里话 我还是很失落的 我和丈夫把她拉扯大 供她读书 她过得好了 报答我们不是应该的吗 有的父母偏心 根本不使得花钱让女儿读书 我认为作为父母 我和丈夫还算合格的 不过现在看来 我们母女之间的隔阂 已经无法消除了 我不怪女儿 她成家了 首先考虑自己小家庭的利益 也是正常的 我也不会怪我自己 我将她拉扯长大 供她读书 也算尽到了父母的职责 以后我们就各自雇好 各自的小家 就当亲戚一样来往吧